沙特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闭幕的当天,王毅外长向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发出访华邀请。 在沙特举行的会议取得了什么成果?中方邀请伯雷利访华又释放核种信号? 本期为您解析。 8月6日,在沙特吉达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顺利闭幕。 根据沙特媒体的报道,有超过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参加了此次会议。 各方一致认为应当通过谈判和协商的方式实现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 从此次会议的结果来看,乌克兰和西方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其自身的和平主张得到了更多国家的支持。 会议结束之后,部分与会国家的代表表示,此次会议在维护国际法以及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达成了共识。 未来俄乌之间的和平谈判也应该以此为核心。 果真如此的话,此次会议的结果无疑与俄罗斯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今后俄罗斯也很有可能陷入更加孤立的局面。 此外,除了西方、中国、印度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也受邀参会,本该成为会议主角的俄罗斯却被排除在外,其内心的惆怅和落寞也可想而知。 虽然此次会议的成果与中国的中立立场并不完全相符,但中国还是有其他方面的收获的。 根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对中国出席此次会议表示赞赏, 并在与会期间和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进行了气氛友好的交流。 这样看来,此次会议让美国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中立立场的同时,也为中美双方的交流提供了契机。 这对缓解两国紧张关系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今年6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非正式乌克兰和平会议也邀请了中国,但中国没有派团参加。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东道主换成了沙特,中方却排出代表参加。 中方的动向和真实意图自然也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 对于中方受邀参会,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将其称之为一个历史性的胜利。 还有消息人士透露在会议过程中,中国积极参与而且贡献了具有建设性的想法。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方一直采取中立立场,坚持劝和止战。 期间,中方还提出了一份基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方案,并且得到了俄乌双方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然而,由于中国一直没有谴责俄罗斯,加之中俄关系颇为密切,西方多次对中国的中立立场进行抹黑攻击,使得其他一些国家也对中国产生了误解。 有看法认为,中国这一次决定参会就是为了打消部分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同时向外界表明中国不再试图仅凭一己之力推动和平谈判,转向多边合作机制,也开始进入中国的选择范围。 此外,中国和沙特两国的影响力也通过此次会议得到了加强。 早在会议举行之前,西方媒体就一再强调中国参会的重要性,甚至把中国视为会议能否取得有效成果的关键。 如今,在中国参会的前提下,与会歌方取得了和平共识,足见西方对中国影响力的圣赞确实所言非虚。 而沙特作为此次会议的东道主,不仅在调停乌克兰危机的过程中站在了一个醒目的位置,实现其在国际舞台露脸的愿望, 而且因为成功推动中方惭悔,更让西方对其刮目相看。 因此,对中国和沙特这两个持中立立场的国家来说,尽管达成倾向于西方主张的和平共识,并不完全符合其本意,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8月6日,王一外长与欧盟外交与安全高级政策代表伯雷利通电话,并邀请对方在今年秋天访华。 王一外长还说,中国高度重视预定年内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欢迎伯雷利访华为双方领导人会晤做好政治准备,推动中欧关系向前发展。 伯雷利强调欧方坚定致力于同中方发展良好关系,他说,欧盟的全球盟户计划同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对立,而是互补关系,都旨在促进全球发展,期待尽快访华并同中方开展战略对华,共同筹备今年欧中领导人会晤。 此前伯雷利已经先后两次公布访华计划,但最终都没能成行,各种原因与中欧双方都有关系。 王一再度出任外长之后不久,便主动向伯雷利发出访华邀请,不管其中有什么外界并不了解的细节,但至少说明中方对中欧关系的确非常重视,并且正在为中欧关系向好发展采取积极的措施。 在中美关系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当下,中欧关系能否率先打开局面,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